今天我们来到长江路,北边的香港平原国际城, 它的南边马路对面就是大海了,一路之隔, 看这个小区吧,村庭的景象,漫步低中海, 因为这个小区是低中海风格,一进来这就是十二星座, 这些美女塑像,这是音乐喷泉,现在没有人也不放水也不喷, 这只有唯一的一个,不是美女,是双子,双子座,两个小儿童, 这第一个就是我的星座,我得看看我的巨蟹座, 这个美女看着很和善呀,对吧,大家看看是不是面相特别好, 在日落时节我们来到了日出女神,这么个塑像前面,一个大马和一个大美女, 从长江路走过来啊,进入了它这个小炮楼,门岗啊, 然后登记一下,物业服务中心,扫个码登记一下, 春天的香港平原小区啊,也是非常美的,到处的鲜花,这叫咖啡厅, 啊,那边有咖啡厅,看小区什么花都开了,啊,这边还弄的阳光房啊, 大个阳光房好,冬天动不着,夏天晒不着,啊,这弄的是金属架子啊,啊, 啊,我现在在香港平原小区啊,它的前排也是最南,南面这排啊,第一排, 这个楼顶上啊,它是三楼,看看在前面的海, 我的右面啊,就是小区的南门口, 这海边啊,好像都是一些过去的养鱼池啊,养虾池之类的啊, 养殖区啊,我估计用不了多久会拆掉的啊, 香港平原小区里边, 啊,咱们现在在香港平原小区里边啊, 转一转看看啊,这个小区的这个,这个花园景致吧,啊, 这是小区的叫什么,呃,海,海什么女神啊,海纳女神, 啊,再次,啊,在春天的时候,和我们志军大哥啊,走在这个竹林小道, 这叫什么地方,这叫,呃,叫,中,呃,中央喷泉景观,啊,中央喷泉景观, 这是小区最中心了吧,是吧,啊,小区的中心位置, 看这个是跟那个什么一样啊,我看有好几个路啊,这是一条路, 两条路,三条路,那边四条路,这边应该,这是五条路,五六条路啊, 七八条路,七八条路, 复苏女神,看看这个,夕阳下啊,看看复苏女神啊, 他这个,这种雕塑啊,特别的逼真啊,啊,特别美,特别具有美感,啊, 这个小区的定位是什么,地中海,地中海,花园小区,啊,地中海,花园小区, 所以都弄一些地中海的美女们,哈哈哈哈,都是女神啊, 这个采葡萄的姑娘,生虚女神,哦,生虚女神, 他们这个欧洲人啊,她这个轮廓,就是脸上那个轮廓,特别分明啊, 冰雪女神,冰雪女神,所以感觉的是更美一些啊, 比咱们这个黄主人的话,黄主人比较平,这是什么,喜玉女神啊, 不是,这叫什么,叫入,艾眉女神,艾眉女神嘛,哦,她怎么艾眉法,就是洗个澡呗, 对啊,喜玉女神, 这种小花,这是什么花,这是,颜色特别好看,粉兜兜的, 现在大部分的花都开了吧,现在,没有,还没开,哦,还没开完, 那陆续的再开哦,你看这个树,刚刚长绿叶呗, 这种花什么花,是不是丁香花呀,不是,不是啊,我对花都不太识别花,这个小区,你看看,真是啊,花园小区啊,一步一景啊,哈哈,这是一楼这个院子大呀,是吧,这是一楼的院子吧,硬化了,真大,都硬化了,对, 这块,这块也是,锻炼的地方哦,活动的地方,嗓上起来,这边是停车的位,啊,停车位够不够啊,要是,人都来了吧,那,当然不够了,不够了,那咋办啊,目前够用的,目前够用啊,现在入住绿,啊,入住绿,对,你看这个,停车位毕竟还是少,哦,这块也挺美的啊, 啊,这边是香港平原的高层,啊,过来以后,呃,这北门过来吧,啊,这弄这几个是,什么意思啊,啊,这边多层房子啊,这边有一些,有些花也开得挺好看的啊,这边,还弄那个木的,木头的这个栅栏啊,这木头这个栏杆,啊, 这有点老旧了哦,要经常上上点油漆就好了,时间久了的话,这个,呀,呦,这个玉兰真好看啊,这别的地方玉兰都开派了,咱那个地方还正开放中啊,真好看,你看这白玉兰,看着花嘴吧,哎呦,一地的落荫啊, 看,这个掉的差不多了,看着花嘴不一样啊,同样是玉兰花啊,有的满宋式花,有的已经掉的差不多了,啊,这一块地方也是两边都是花,哎呀,香港平原真是不错, 你能叫上这花吗,这什么,什么花这是,是不是也是一种,什么樱花吧,这叫植叶礼啊,植叶礼啊,植叶礼啊,植叶礼开花这么漂亮啊,我们家门口也有啊,颜色不一样啊,这是什么呢,都是一样的,都是植叶礼啊,哦,那颜色也不一样,有的叶子出来了, 这是海棠,对,海棠花,海棠花,这个就是玉兰花已经落叶,哦,花落了,落完了,哦,你看这一地的叶子都晒干了,对,因为今年疫情吧,很多叶主都来不了, 没法欣赏咱们小区里的这么,这么好的春光啊,咱再拍拍吧,发到网上啊,咱们那个香港平原的小区的业主来认领一下自己的小区,看看你们小区里的这些花,啊,这个,你看这个,这个玉兰花颜色不一样,哎,它是带有这种红色,啊,这种叫什么红色啊,是不是,有的浅红色,啊,有花, 黄色的,那这是浅红色的,比较少的这个品种啊,啊,小区处处都是景观啊,看这些地方啊,这是,它的,小区内的公路啊,公路一边呢,都画上了这个停车线啊,这个只能这样子了,这停车位毕竟少呗,我就有点担心啊,如果银滩那入住率高了以后咋办,这车往哪停啊, 啊,这里的玉兰花,这也是玉兰树啊,这个,这个花掉完了,这个是正开放的时候,满满的,一束,满素的,这个白色的花朵啊, 这边的小道,花的世界,花的海洋啊,这家一楼啊,也是,大的一个棚子啊,玻璃棚子啊,这种小树啊,都不高, 其实不高,反而更好看啊,这边是一个欧式的,圆形的啊,这个是,也算是景观的一个小长廊啊,上面种的都是,是林霄花吧,什么花啊,叶子刚起来,月季花,是月季啊, 如果啊,都开了花,那该多漂亮啊,那种黄色的玉兰花还是比较少见的啊,一般的白的和粉的多一些,看这边车少, 这边停车位都空在那儿呢啊,啊,咱们现在从里边啊,往南边走,就到了海边了,长江路旁边,这条小道,啊,这个房子呢,是这个小区啊,最南边的一排房子啊,咱们也叫,南边的花园洋房,或者海景房,观景房,咱看看这边的感觉, 啊,这一,很有层次啊,一级一级的,这都能看到海啊,二楼就能看到海,这边有一个大哥在这,在在在,在搞着自己的小花园,种的,哎呦,你这叫棒棒糖是吧,这叫,哦,都是什么品种,什么花色啊,都,种了,种了几年了这个,长的,两年了,啊,种两年的,嗯, 哎呦,你家的小园子弄的全是花,好漂亮呢,这空地准备是种什么啊,啊,这空地,种小菜,啊,种菜,啊,就是种小菜,外面是花,这,这个是不是那个薄荷,薄荷,啊,薄荷,食用薄荷,也能,能入药,哈哈,也能吃,对,嗯,南方人可能喜欢吃,哦,南方人喜欢吃啊,嗯,对,看你这个棒棒糖好,种了这么多棒棒糖,嗯, 这是多大面积啊,一百,一百零八,一套一百零八,这么大的户型啊,那你这套得多少钱买的呀,呃,七十万吧,一套七十多万,一百零八,嗯,那哪里买的呢,加上阳台,烂七八糟,一百,有一百二百,一百二,嗯,合到多少钱一瓶,啊,论套,是吧,怎么样,住的还行吗,在这住的,还行啊,你是哪的, 我,我,我这,这就是朋友,住在台湘立湾,在哪,台湘立湾,东面的小区,哦,看你小区这么漂亮,过来参观来了,你这离海这么近,潮不潮湿啊,一楼,不潮湿是吧,哦,你,你,你老家是哪的呀,听不出来,我是本地的,是本地的,哦,危害本地,危害本地的,我要侠秤的,哪儿,侠秤的,什么地方, 侠秤,侠秤的,啊,侠秤的,你侠秤的,对啊,等一,哈哈哈哈,我说到像不像,哈哈哈哈,你喜欢这里,哈哈哈哈,这个架子搭的下花多少钱啊,这个架子啊,这都是你搭的吗,光你这户就七千多块钱,哎呀,这不便宜啊,对啊,七千多块钱, 他们家这种的,都是高的这种,啊,不是那种,呃,江苏来的,去年多了,去年一冬季中前,那是冬的不行,这是金贵,本地的才行,啊,本地的能过冬,啊,本地的金贵,这两个就不是,这两个就南方来的,你看就不怕,就怕冬,啊,江苏过来的,不适合这种气候,啊,水土不服,水土不服了,哈哈哈,我买的也是,啥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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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啥 这个品种叫奈东,这花也开了,有孤末啥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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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啥 谢谢大家